好,什麼意思呢? 假如我原來這些觀測值叫se一直到xn 好嗎? 那麼這些觀測值是xi,對不對? 假設我把它畫成它的頻度的話 它是這樣子來分布的 它是符合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這邊是mu,然後balance 是這麼多 假設它是這樣 那這樣子的一個分布呢 我可以把它改頭換面 像是變形金剛一樣 這個叫做z transformation 叫做z變形一下的意思 變形一下 怎麼變形呢? 我什麼樣變形呢? 我每一個數值 我這裡都每一個數值,對不對? 每一個數值呢 我減掉它自己的平均值 減掉它的平均值 也叫減掉這個xi的平均值是mu 然後圖上分母圖上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是dota sigma 然後這樣子呢,xi每一個x值就變成了z值,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值就變成了x1呢 就x1-mu-sigma 變成了什麼?z1 x2呢,x2-mu-sigma 變成z2,等等 所以有n個呢,每一個都變成了z 懂嗎? 然後我所有的這些z呢 我再把它畫在數頭上 它就變成是怎麼樣子 變成是這樣子 這個mu值呢,就變成了0 那variance變成多大呢? 就變成了1 然後這樣子的一條z的normal distribution呢 我們就叫做normal01 就是標準的normal curve 就是它的平均值是0 variance是1了 那為什麼經過這樣的轉換 變成z的以後呢 它的平均值會變0 variance變成1呢? 其實很簡單的囉 那目前可以嗎? 我等一下算一下給你看 那z transformation 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來告訴大家的 就是說 為什麼經過了每一個xi-mu 處於sigma以後 變成z 然後這個z的平均值就是0 variance是1呢? 我們要來說這件事情 所以呢,第一個 我們看 z的平均值會是0嗎? 照定義來 uz 每一個variable的平均值是什麼? 把那個variable的所有值加起來 然後處理它的個數 就是它的平均對不對? 對不對? 好,所以 就是什麼? summation zi 處理它的個數 就是這樣子 我的 z的平均值是不是 把z所有的個數加起來 處理它有幾個? 就是它的平均值 好,那 summation zi z的平均值 就是這個 把它帶進來 把它帶進來 所以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x i-mu 圖上 n個 i從1到n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就把它帶進來而已 把這個zi呢 用這個數值帶進來 然後帶進來 帶到這裡來 就這樣而已 可以嗎? 帶進來了以後呢 這個sigma 是一個什麼? 上次講過 一個constant 對不對? 一個常數啊 所以可以拿出來 對不對? 好 所以拿出來了以後 拿到分母來 變成是什麼東西呢? Sigma 乘上 n 分母變它 上面是什麼? summation xi-mu i從1到n 好 得到的是什麼? 分母變成多少? 這個等於多少? 我每次一講這個的時候 我就開始算秒數 嘿 1秒鐘 2秒鐘 3秒鐘 幾秒鐘 你們會有反應呢? 0 很好 這裡等於0 所以呢 z的平均值是多少? 等於0 1的證明完畢 它的平均值等於0 那z的variance有多大? 照定義來 照定義來 z的variance這樣寫會不會寫? 任何的 這是一個variance的符號 然後 它的右下角寫著說 這是誰的variance 這樣的意思 z的variance是怎麼樣? 怎麼樣? 寫啊 是怎麼樣? 每一個z的vari 減掉 z的平均值 對不對? mu 它的平均值 的平方 有多少的加起來 圖上 個數 這是不是z的variance? 可以吧? 啊 帶進來啊 把這個z給它帶進來 這一個 還在擋在這裡 然後帶進來啊 啊 啊 這個是多少? mu d是多少? 剛剛才證明的 這個是0 對不對? 所以就把這個東西帶進來 帶進來了以後 就變成多少? 唉 我們把它擦掉 好 上面呢 是多少呢? zi帶進來的話是 sigma xi 減掉 min 減0 平方 下面是n個 i從1到n 下面有問題 把它帶進來而已 沒有問題的話呢 好 接下來呢 是怎麼樣? sigma平方可以拿出來吧 這個 這邊 sigma平方 先把它拿出來 下面呢 是n的 還在這裡 分母呢 是什麼? xi減掉mu的平方 i從1到n 好 看出來了嗎?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多少? 這就是原來我們定義的sigma平方 對不對? 這是sigma平方 sigma平方 sigma平方 所以等於1 可以嗎? 很簡單 一切都照定義來 你把它帶進來就好了 所以很重要的結論是什麼? 我把任何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它的平均值是mu varus sigma平方 任何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是它有它自己的平均值sigma平方的話 那我把它們每一個觀測值經過了z transformation 就是 你把每一個觀測值減掉它的平均值除上它的standard deviation以後 就變成z值 那這一個z的話就變成了normal01的意思 它的平均值變成0 virus變成1 這樣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欸? 那normal01有什麼用處? 好 我剛剛不是跟大家提了 這有很多的normal distribution 無限多條的normal distribution 我們沒有辦法有每一條的distribution curve 但是呢 normal01可以有 所以呢 我們就要來做一做 那我們這個normal01怎麼樣子有呢? 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稍微忍耐一下 我們把這個講一個段落以後 然後我們就再休息好不好 讓它一個段落再休息 好 假設我有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是這樣子 它的平均值是等於50 Virus Virus 是等於 所以它的平均值這裡是多少 50 Virus 是100的 這樣的normal 然後呢 我要怎麼辦 我想要知道說 它的 這樣的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裡面 我想要知道 Si的值 從45到60之間的機率有多少 這邊是45 45一定在50的左邊對不對? 然後到60 60一定在50的右邊 好 它的機率就是它的 常態分布的這個curve下的面積 這邊的面積是有多少呢? 假我想要知道了 那我怎麼辦呢? 我沒有這一條常態分布的這個頻率分布 那我怎麼辦? 我把它換成Z 我把它變成normal01 我怎麼弄呢? 這一個轉換過來了以後 理論上變成它一樣的對不對? 平均值變成多少? 0 50會變0 balance會變成1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只要找什麼? 我這樣子叫做 Z transformation 對不對? 我是把每一個Si 減掉μ 除上σ 所以我其實是把我每一個Si 減掉多少? 50 除上 更號100 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以後呢 我其實只要找什麼? 我把我的45 變成Z了以後 相對的這一點 變成是多少? 我把它找出來 可以嗎? 然後我把我這個60 變成Z了以後 相對的這一點 比如說Z2 把它找出來 然後我就從這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normal01的 這個delton的normal distribution呢 裡面的那個表 就是你們書上等一下會交的這個表 去找 從這個Z值 從Z1到Z2之間的變積有多少 就可以了 好我們先算一下 45的話 Si等於45的話 再進來 -50 除上Z的Z1等於多少 45 -50 除以10 所以這個值是多少 -0.5 -0.5 好 這邊是-0.5 這個值呢 是多少 1 很好 有沒有人不會的 這個是1 不會的舉手 我們可以講一下 就把它帶進來 Si用60帶進來 60-50 除以 分號100就是1 好 所以 所以我只要找 從-0.5 到1 之下的這個面 好 請大家把你的課本拿出來看 好 第三條在談這個Zi 它是怎麼樣子弄 你看看它給的是什麼 它是這樣子 它這邊有 有 它上面有一個圖對不對 這邊圖黑黑的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圖這個黑黑的 有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Z的值 譬如說叫Z0的值 這樣 黑黑的 它表示什麼意思呢 那個表上是這樣子 這邊的話 這個 橫的或重的這邊都叫做Z的值 就是我們這邊的Z Z的值 可以嗎 這邊是小數一位 這邊是小數二位 這兩個把它黏起來 這是小數一位的Z值 小數一位 這是小數二位 所以Z等於譬如說是1.96的話 怎麼看 這邊找1.9 這個是找0.06 合起來是1.96 中間這個是什麼 就是它的面積 哪裡的面積呢 哪裡的面積 從負無窮大 累積到這個Z的值 這個曲線下的面積 累積起來的這個面積 這樣看得懂嗎 聽得懂嗎 這一個 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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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欄 這個列的的時候 都是Z的值 用這兩個 來看你的Z值 然後呢 中間的這些數字 就是表示它的面積 什麼面積呢 從負無窮大 一直累積到這個Z值 累積的這個曲線下的面積 就是它累積的機率是多少 從負無窮大一直到這個Z值的機率 累積起來機率是多少的意思 聽得懂嗎 可以嗎 好 我們的表是這樣表示的 所以你怎麼樣去求到這邊的機率呢 或是這個下面的面積呢 你怎麼辦 所以是怎麼樣 我的Z值是在Z1跟Z2之間 對不對 對不對 的面積 的 Properability 這是Properability的意思 它的機率是多少呢 我可以怎麼辦呢 Properability 我的Z值呢 在Z小於Z2的 所有的值 然後 減掉呢 是什麼 我的Z值呢 是所有小於Z1的 可以嗎 那我得懂嗎 可不可以 它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表上都是從負無窮到 一直累積到某個Z值的這個面積對不對 這個機率 機率就是它的面積 它曲線下的面積 所以它怎麼辦呢 我要求這邊的 這個曲線下的這個面積 我怎麼辦 我先求一個 是什麼 我的Z值呢 是小於這個Z2的 所有的Z值呢 是從這裡一直小於Z2的 這個面積我先算出來 是多少 然後減掉誰 減掉 小於Z1的這個面積的 減掉 從這裡一直到Z1的這個面積的 我扣掉這個了以後 所以我剩下來的 就是從Z1到Z2的面積 就是Z1到Z2的機率 可以嗎 為了的話 那我們查表來試試看 所以這個值是多少 第一個值是多少 請問這個值是多少 請你查表 現在看著你的這個表 表示說你也會查了 0.8413 可以嗎 Z小於多少的 小於1.00的啦 你先找1.00的那個值 因為這個值是1.00嘛 60的到這裡來變成1.00 這個呢 變成-0.50的 對不對 所以你先找1.00的那個 0.8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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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意思 我的Z值從 負無窮大 一直到1這邊的 整個的面積 叫0.8413 可以嗎 然後我要減掉多少 我的Z值是多少 小於等於多少 負0.50的 所以你再找一個負0.50的那個是多少 找出來多少 0.3085 0.3085 所以減出來是多少 0.5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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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哪裏 從-0.5到1之間的機率 0.5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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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哪裏 從45到60之間的機率 0.5329 0.5330 0.553 0.5330 所以 他就用這個 然後他在這裡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數字 讓大家看一下 那個Z 以後會用到的 Z是什麼樣子 所以,请大家查一下,1.96-1.96 我的 probability是大于1.96 这个的话,等于是多少 我的Z值呢,是大于等于1.96 加上我的Z值呢,是小于等于-1.96 这就表示说什么 这一块加上这一块的面积有多少 这个叫1.96 这个呢,你去看一下 所以这一块面积多少 负无穷大套-1.96的是多少 Z是-1.96的是多少 0.025,对不对 那这里当然也是0.025了,对不对 为什么?两侧对称啊 所以这边也是0.025 所以这两边的 两个尾巴的几率加起来是多少 0.05的几率 对吗 这个以后会用到 所以两个尾巴加起来的几率是0.05的的时候 这个Z值是多少 -1.96跟1.96 还有呢,另外一个 Magic number 两个尾巴加起来是0.01的的时候 这个呢,叫2.576 负2.576的例子 好吗 所以你把它稍微知道一下 好,我们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而且大家要注意哦 你把原来的族群哦 要转一个方向 变得另外一个族群去哦 所以呢 好,小心看看说 我们什么时候转掉了 好,我们原来讲 我们有心向往知的这个族群都在这里 然后这个族群呢 我们可以算它的Promitum 就变Nuvarious都是它的Promitum 我们心里想知道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手头上有的是什么东西 只有这少数的几个观测值叫做N 这个N的观测值 然后我们从这个N的观测值 我们可以计算这个Statistics 然后用这些Statistics呢 就想要来知道的是这些Promitum 那我们刚刚提过了 有一个几率的东西是 它的分布XI的分布 那我们希望呢 它的这个Distribution 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它的Variance Sigma平方多少这样子 那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到 这个有关于几率的问题 还有它的整个的整个的统计学的一个逻辑 那这个礼拜也是在准备的状态 准备的状态要帮大家装备好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后面的所有的这些统计的方法里面 有一个很基本的假设 都是要假设什么 我们这个XI的Distribution 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是一个常态分布 但是呢 其实你有没有办法保证 你去观测的所有的这些Variable 这些观测值呢 它本身在自然界的分布 那个族群的分布就是常态分布呢 很难保证 对不对 很难保证 我要顺便一提的 不管它是不是常态分布 你是不是可以 都可以计算μ 也可以计算Variance 没问题吧 当我们在计算μ或Variance的时候 有说它一定要什么分布才能计算吗 不用嘛 就照着那个公式来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那现在要加上这个常态分布 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后面的统计学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都建构在什么 这些的XI的分布呢 是一个常态分布 但是假若这一个XI的分布 不是常态分布的话 你怎么办 假如不是常态分布 怎么办呢 那有些人 本领比较高强的 他可以把这些XI做一些转换 比如说取Lock值 或开根号 或变成Oxide的X等等 让它变成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但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 也没有那么本领高强 不知道怎么样变Normal Distribution 那怎么样子整个的统计学 它的这个基本的假设 Normal Distribution 可以来满足呢 就是我们下面的 叫做Central Demetheer Central Demetheer 中文叫做 区中心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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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什么用处 对不对 你加了一个中文在这里 我想你最好还是就直接被记英文的 叫做central limit theorem 为什么 我想要考试出来叫central limit theorem 说这个就是趋中心定律 然后就绕的是几个中文字在转 中心然后怎么样趋向它等等 怎么样子解释来解释去 你都解释不清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在central limit theorem里面 知道它里面的含义 什么叫central limit theorem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刚谈到每一个样本 我可以算一个x bar 对不对 那我假如用归环取样的方法 然后我不断的重复取 simple size一样是维持N 这个N是一样的 好 我另外一个样本 也可以得到一个N 我这样子不断的归环取样 重复取 把所有可能的样本都取出来了以后呢 我这边 有所有可能的样本 每一个样本有一个平均值 样本的平均值叫x bar 我把这些所有可能的x bar集合起来 变成一个族群 这个x bar的族群 所以这一个x bar的族群呢 它怎么样子 它呢会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就是假如我原来的这个族群 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 假如它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 我这个x bar的族群呢 会趋近于normal distribution 当什么时候它会趋近于normal distribution 当我这个n够大的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呢 还有更棒的是什么样子 这一个x bar的平均值 是这样写的 就正好等于什么 等于我这个族群的平均值 然后我们用这样来写的话 这一个x bar的平均值 就等于这个x的族群的平均值 这两个是相等的 然后呢 这个x bar的variance 怎么写法 x bar的variance OK 就跟它也有关系 不等于它 但是跟它有关系 是怎么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当作是x的variance 是这一个x的variance 是它的variance除上n OK 所以呢 假如它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 我这个simal sizen够大的的话 我这个x bar的族群呢 就会趋近于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平均值就等于这个母図群 x的平均值 variance就是这个母図群的variance除上n 统计专家倒数据是这样子 统计学家倒数据是这样子 可以证明的 好 这叫趋中心定律 那么假如我原来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假如我原来这个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 那么就不管我这个simal sizen有多大 n等于1也好 或是n等于100也好 n等于50也好 不管我的n有多大 我这个x bar的族群呢 就一定是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平均值就等于平均值 是等这个variance 是等这样子 这样可以吗 这个叫做趋中心定律 所以趋中心定律的话 你可以分两个层次看 当我这个x的母族群呢 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呢 那么不管我的这个simal sizen有多大 我这个x bar的族群呢 一定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且它的平均值 x bar的平均值 就是母族群的平均值 variance呢 就是母族群的variance 除上这个simal sizen 那假如我原来这个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 不管它是什么distribution 只要我这个n把它提高 大起来的时候 发到一定的值够大的时候呢 我这个x bar呢 就会趋近于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就等于tom variance就等于tom 这样知道吗 这样叫做central limit theorem 所以呢 我们以后在做的时候呢 就把我们的眼光怎么样子 从这一个族群 我们取样的时候 是从这个族群取了一个样本 这些观测值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叫做 这一个 譬如说我们取的这个样本 ok 取了这几个观测值 然后它有一个x bar 就这样 这是我们手头上有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本来是这样子 那个眼巴巴的一直搭忘的这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说 这个有可能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 但是呢 这个假如我们取的simple size够大的话 我们保证它一定是normal distribution 所以我们眼巴巴的巴着它的时候呢 把眼光呢 往旁边一转 往下一转 我们来巴着它 这个族群变成是我们要看的族群 是怎么样子呢 是x bar的族群 然后呢 我们的样本呢 其实是中间的一个x bar的值而已 那我们用这个x bar的值呢 其实是要来看这个值 没有问题啊 是这一个值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值跟它的值是一样的 让懂吗 所以呢 这变成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眼光看到这里的 表示说什么呢 我画给你看 你原来在看的这个族群是x bar的对不对 那假设它假如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话 它的平均值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眼光转到了这个族群 这个族群是什么样子呢 是 叫做是x bar的族群 那它的平均值呢 跟它一样 nux bar 就等于nux 同一个位置 OK 那它的variance呢 是怎么样子 它的variance 这个假如是 这个呢 比它小还是比它大 比它小 等于什么 等于n分之 就是它的variance 就是n 而且还怎么样子 而且还 我取的sample size 越大的的时候 我的这个怎么样 越小对不对 variance 越小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我取的sample size 假如比较大的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这个n1 我们用这个白色的 用白色的好了 免得你搞错 OK 你看得出来吗 我的n2 是大于n1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n2的variance 是比n1的variance 小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 原来的这个variance 出于n嘛 知道吗 所以表示说什么 我假如去取这些样本的的时候 我的n越大的的话 我这个x bar的variance 就越小 所以我就会变成怎么样 例如说我的x bar角 是这样的话 我原来 我是n1 比较小的的时候 我的variance 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的n2 比n1 来了大一点 我取的sample size 多一点的意思 观测值取多一点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了 变成这样 这样表示什么意思 我这里突然 我只有一个什么东西 只有一个x bar而已 我现在手头上的 只有一个x bar 很可能是这个x bar里面的 某一个数值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我的n取的 比较大的的时候 我这个x bar 趋近于我的mu的几率是怎么样 probability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它的variance是比较小的 听得懂这里吗 所以呢 你得到的那个x bar是怎么样 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好吗 什么意思呢 我的x bar的变异是怎么样 是n分子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是在代表着 我的x bar的 参差不齐的程度 也就是说 我的x bar到底是呢 离我的 我的平均值是mu 离我的mux或mux bar的距离有多远 有多少 那假如我这个越小的话 就是说怎么样 我得出来的这个x bar 比较靠近我的mux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是不是这样 那所以呢 这个要让他越小的时候呢 所以我得到的x bar的 我觉得比较什么样 可信度 或比较 是比较大的 我比较觉得有信心的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子让你的得到 你虽然只取了一个样本 simple size n得到一个x bar 但是你对这一个x bar呢 怎么样会比较有信心 你手头上只有这样子 要用它来估计这个mu 什么样的会让你自己 会比较有信心呢 怎么样 怎么样增加rediability n要大 对不对 n越大了的话 所以这个值就越小 所以rediability就比较增加 还有呢 把这个降低啊 什么叫这个 原来的族群这个东西降低是什么 你原来在探讨的那个族群 那些观测值 假如是比较均匀的的话 那当然你得到的这个x bar呢 就会怎么样 它的变异就比较小 你的就比较觉得可靠一些 或者是呢 还有什么东西 你原来的族群的 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一点 比较没有参差不齐 还有什么 你去测量那个x variable的时候 你测量的方法精准一点 你不要这个 要测这个 要测功克的用一个公斤的秤子 去给它测 那当然都测不准 所以你测量的时候 你的技术好一点 测量的仪器精准一点 所以不会增加它的这个变异 额外的变异出来 这样了解吗 所以怎么样使得这个来降低一下 好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呢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有这个族群的话 我们对于它的估计值是什么 对于它的估计值是谁 对μ 对母族群的估计值 这个parameter是谁 用谁来估计它 我们手头上只有这个样本呢 所以用这个样本的x bar 来估计这个值 用这个样本的s平方 来估计这个值 对不对 可以吧 那现在我们要把眼光 转到这个族群来 那这个族群呢 它的parameter是谁 μx bar 还有呢 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是n分之sigma情况 对不对 这两个parameter 对不对 用谁来估计这两个parameter 手头上你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东西 这是你手头上有的东西 当然用你手头上有的东西来 所以谁来估计它 还是用x bar来估计它 因为这个就等于它 所以你用它来估计它 也一定要用它来估计它 然后这个用谁来估计它 用什么 用谁来估计它 用这个啊 所以叫做s x x的平方是n分之ss平方 好不好 这是样本的平均值的standard arrow 这样 然后你把它 这个听得懂吗 因为你手头上就只有这种值啊 就是这种值 那你怎么样估计这个值 你怎么样变把细变出来这个值 你要估计它怎么变 当然是这个值就用这个值来估计啊 所以就变成n分之s这个 所以这是什么 x bar的样本的variance 这个平均值的variance 所以你要估计这个值就用这个值来估计它 弄得懂吗 到这里 来 再讲一遍 现在你的手头上有的是什么 手头上有的就是给我打橘色的 我从这个图群取了一个观测值的样本 叫se到sn 那观测值的个数是n个小n个 可以算它的平均值 还要算这个样本的s x 平方 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对于这个图群的primit 我们要用statistic来估计它嘛 所以用什么statistic呢 这个族群的平均值mu x 还有sigma平方 那因为这个族群的观测值叫x 所以我们右下角都用x来表示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族群 是我们刚刚制造出来的一个族群 叫做是什么 样本平均值的这个族群 所以样本平均值的这个族群呢 它也有它的parameter叫做mu 因为它是x bar 所以我们叫做x bar的平均值 还有呢 样本平均值的variance 这两个parameter 这也是族群的parameter 对不对 那这两个parameter 我们用谁来估计它呢 你所有的把戏也只有这些值而已 你当然是只能用这些值来估计它 不然你还可以用谁呢 那值是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值等于这个值 所以呢 它的的话还是用它来估计它 可以吗 一样 因为这个值等于这个值啊 mux等于mux bar 刚刚谈过 对不对 那这个值呢 用谁来估计它 因为这个值呢 它本来就是我们刚刚定义 就是这样子啊 是上面这个值图上n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你用这一个要来估计它的的话 那用什么来估计这个值呢 什么东西来估计它呢 那就是把这一个用sx来估计它 那这个值的样本的值 你怎么写 就这样 x bar的平方 就像类似我们这边 这个是读取的值 这是样本的值 的x平方 那这是什么 这一个的 假如我们取样 取几个x bar的样 样本的话 它的平方的的话就是这样子 所以是怎么n分之 这样 用这样来估计它 可以吗 所以呢 当把这个值呢 开根号 的的时候 取正值 就是变成sx 就是什么 根号n分之sx 就这样 这个叫做是什么 standard arrow of mean 这个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好不好 是平均值的标准偏差 所以下面要除一个根号n 好吗 也是取正值 是来看这个平均值 我们得出来这个x bar 它的reliability有多大的 所以这个讲完了以后 我们回来讲最后一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过 normal distribution 可以经过z transformation 变成normal01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一个normal 假如是normal distribution 的时候 经过z transformation 变成normal01 这个normal01的时候 怎么样变 怎么样变起 刚刚成的 z怎么这样做 每一个xi 减掉这个xi的什么 族群的平均值 减掉它的平均值 除上这个xi的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 然后就变成z 然后这个z就变成normal01 假如这是normal 这样子的时候 经过z transformation 就变成normal01 会刚刚提的 对不对 刚刚教的 那假如是 这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它有平均值是这样子 variance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任何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都可以经过z transformation 变成normal01 对不对 那这个 假如也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怎么样子变成normal01 这个变成normal01 怎么样子变过来normal01 这个变成normal01 怎么样子变过来normal01 这样子变成normal 一样哦 Xi减掉这个 这个μ是μx的 这个sigma是x的 所以x bar减掉谁 减掉μx bar 只是这个μx bar 也等于μx 是一样的 除上谁 所以x bar的standard deviation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这个x bar的时候 是什么 每一个观测值 减掉μx 你看得懂吗 这个就是这个来的 这个开根号 根号n分枝 这个开根号 怎么样 这个开根号 就变成 根号n分枝 这个变成 这样来了 会吗 所以它的z transformation 是这样子哦 或者是变成是这样子哦 好 这里是你很容易觉得 觉得好像那个 被堵住了 突然那个思考 被挡住了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你常常搞不清 哎呀 老师 为什么一下子分母是这样 有的时候 分母又要多 组一个根号n呢 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variable 是谁是在这里啊 啊 你把眼光好好的 这个眼镜 擦亮一点 主题是谁 是不一样的 这一个的主角是x 这个主角是x bar 左上角才是它的主角 所以z transformation 干嘛 这一个主角呢 减掉它的平均值 这个x的平均值 除上分母是这个x的standard deviation 这样叫z 这里呢 也一样 这个主角是x bar 剪掉它的平均值 减掉它的平均值 除上x bar的standard deviation 这样的实际 照定义来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疑惑 为什么一下子 这边有除以根号n 那边没有除以根号n 因为呢 主角在这里 换了人做主角 看得懂吗 所以在里面的习习里面 假如你的族群是x bar的一个族群 你要转换成normal 0,1的时候 是这个公式 假如你的variable是x的variable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它转成normal 0,1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公式 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会开始教大家 整个统计学的基本的逻辑概念 是在什么样子的利润之下 所以呢 你可以用你的样本的这些statistic 来评估来说 我这个族群的parameter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下一个很科学的结论 这样 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开始讲这个东西 到目前为止 差不多是一个准备的功课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